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Lightroom里面的一个色调要怎么样调 现在我们手机档滚那个IG、Instagram的时候通常会发现 像这个照片里面的这种很暗然后有点蓝 然后偏橙色然后红色为主的照片风格色调 到底这种颜色要怎么样调的呢 那我们就像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拍的 然后后来我们用Lightroom去调了这个颜色 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Lightroom的Preset 大家可以去下载啊然后套上的那个照片上面 可是有时候我们通过懂怎么去调这个Lightroom里面的色调 那你久而久之就可以创造出自己想要的风格或者自己偏向一个什么样的色调 那现在今天我们编辑的是这个照片 以后呢我们编完之后呢会变成这样一个色调 那下面正式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影片 好了开始吧现在我们来试一下P刚才那个色调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照片是偏暗的 因为在拍照的时候你想要保留多一点细节 那通常都会偏比原来我们眼睛看到的会暗一点 那首先要调的我通常是调一下它的曝光 那你看了清楚大概这个照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调到1.5吧 那刚才那个色调都是偏暗的 那其实对比度不需要太强 因为对比度是把它的光和暗拉的对比太大 那我们在光那里通常如果它布的太亮呢 它的细节就会不见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调低 至于我们通常做那个我们 IG嘛我们都是那个是那个对比是4比5 那我们先来个4比5吧 那看起来不会太太弱 那看到我把它挪到中间跟它的那个中间的位置是在这里 好 那跟着我们就来调一下刚才 设定的那个 色调到底要怎么调 我们首先把那个高光拉低一点 那你这样就看到这个高光的地方呢 它的那个细节比较高 那我调到61吧 61 然后呢 它的阴影呢 我们把它拉亮 那把阴影拉亮一点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那个阴影里面的细节比较多 通常我暂时拉最高看怎么样吧 那然后呢 就把白色的调低 你看到现在把这个整个照片都是 偏得很亮 那我把白色调 调低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就把黑色的地方接墙 那你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照片 就比较清晰一点 然后呢 就会比较接近像我们要的那种 黑的那个线比较黑 然后呢 光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保留它的细节 OK 那再来呢 这个Lightroom 就可以把那个清晰度加好一点 我们拉到32 然后呢 去一下蒙蓉 去一下蒙蓉 整个呢 因为在雨天拍摄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水气 那我们去一下这个蒙蓉 它就会稍微清晰一点点 好了 那下面我们先不说这个曲线吧 先掌握下面这里调色调色板这里呢 你你按这个全部这里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色相饱和度 然后后面是明亮度 这里就是取决于刚才那个色调的最大的那个 地方 那通常呢 这个色调它的那个 主要性就是它的橙色很很强 然后蓝色又偏那种好像teal的颜色 那我们来 要把红色 你看红色挪这边呢 它就会变得很很紫红 那我们 先把颜色统一要一两个色调保留在这个照片那里 那把红色推到这边 它就会变成偏橙色 偏橙色 然后呢 如果你把橙色推这边呢 它就会变得更黄了 那这个色相 那你就是要把这个橙色 推向这边 推向这边呢 它就会变回橙色 那我调到52 像这样 这个太红了 我们调回去 22 所以通常 像这样呢 你就可以 不断的 创作 还有自己理解 去创造自己的一个 Lightroom里面的一个 Preset 或者自己的一个 颜色 就不会像我们到网上去 下载别人的那个Preset 然后呢 装在Lightroom里面 要按一按 然后 你又对这些 东西呢 没有太多的了解 你不会 你以后不会变得 比较有自己的主张 或者你自己想变颜色的时候呢 就不会 就比较困难 你可以创造自己的 颜色比较简单 再来呢 你看黄色 我们来调黄色 会不会整体了 我们不想照片有太多的颜色调嘛 那我们把黄色也推回到橙色那里好了 那我把黄色都推向这边 你可以感受到黄色 它是变回橙色 OK 然后呢 我们再看绿色 绿色你把它推向这边 推向 你推向这边呢 它就会 它就会变得很绿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袋子这里呢 它是很绿 那如果我把它推回这边呢 它会变回黄 然后橙 现在偏橙 那 保零一点点 变橙 然后呢 蓝色 蓝色我们 我们 我们看 还有这个 前绿色 我们前绿色 如果我们挪向这边呢 我看 没有太大变化 因为这照片没有太多前绿色 那我推向这边好了 那我推向这边好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蓝色 蓝色蓝色是最主要 像刚才我们想要那种 好像 那种punk 或者那种 Cyber 或者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个蓝色 推向这边 你就会 你就会拿到那个效果 你看到这种蓝色的地方 45 45 你看到这些眼的裤子 已经变成蓝色 那这两个呢 这个照片好像没有太多这种颜色 我现在暂时不变它 那那看它怎么 那看它会会出什么效果 因为这两个颜色好像没有 紫色跟阳红没有太大 出现在这个照片里面 暂时没有太大影响 那我们再来就是看它把握度了 把握度红色感觉可以 那个橙色 橙色好像 不太够 橙色不太够 我们把它推向 推向这边 它就会越来越高 看到它的饱和度比较高 那我们 需要 一点点 那黄色呢 我们不想这个照片整个翻黄嘛 我先把黄色调低 然后呢 绿色 绿色 绿色我们不需要绿色 整个颜色黄啊 绿啊都是这种 这种照片不太 不太想要的颜色 那我们就把绿色去掉 然后呢 那全绿全绿感觉这个照片没什么 那我们就拉 他占的 那个 没有多少 再来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还在中间吗 刚才 刚才你看 我第 视频一开始 你看那个参考照片的时候 我 已经调好的照片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蓝色 这个这个 这些白色的地方 好像都变成蓝色了啊 这个这样这个这个地面呢 还有这些反光啊 那我们把蓝色 你向这边推啊 你把蓝色向 这边推就是增加他的蓝色 那他的蓝色就会变得比较强 那然后呢 再来这个紫色 嗯 如果你选蓝色还是不太够的话就就证明这个蓝这个这个白色他还是偏正暖色调那我们在这里呢这个色纹这里呢 把他稍微向这边拉 你看一拉他整个白色跟那个 跟那个 什么他都变成 那个蓝色 那那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好 不要太多 因为你想要蓝色的 比较多的话 就像这边推啊 那我不太喜欢的酒 就没有必要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保了一点橙色吧 那然后我们再回去 把合度 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再來你覺得這個frame如果你覺得ok的話 那就ok 可是對我來說我是覺得這個剪的不太好 這邊感覺比較多一點這裡 只剩下一點點 證明這裡條線還不是在完全中間或者兩邊完成對稱 那我再看看 把它截的跟左右一樣 再取捨一點點 這邊拉 你這個呢 就完全是這樣 ok 雖然你可以在這個邊那裏打一下那個 黑角可是這個詐騙感覺也不太用 我們試一下看看效果好了 黑角你可以在下面這裡找得到 黑角 黑角 黑角的地方 好在這裡好效果 那數量 稍微調 按一點點好 好大概就這樣 OK那就完成了 那再說一下你怎麼把它這個 設置為你的preset呢 按 按 然後創建 推設 那你 你直接 打上你自己要的名字 就可以了 按創建 就可以了 那 那每一次你可以用這個 顏色來套一套 你感覺可以 你就 繼續用 繼續用 這個顏色感覺也挺 流行的現在 那 那這個照片就先到這樣了 那你可以保存 可以打出 那完成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對比 這是之前 這是之後 那 再回去補給你看看 你看他的細節 很明顯這個 鞋子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多一點那個 那個細節 好完成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這個影片 那覺得 對我的照片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G而看 謝謝